不然現在叫你拍這個你不敢 還是說除了李安你才會拍 其他人 李安導演如果你願意拍我 你是全裸真的 我幹嘛說啊 說李安導演如果你願意找我拍全裸 我當然非常願意 言一文李安導演找你 我OK 對 我OK 全裸怎麼裸 上裸下裸都可以 對 妹姐你咧 導演 為難你了 為難你了 能夠讓大家一起坐在電影院裡面 看他重新上映 你會覺得妹姐她其實很驕傲自己拍了 這樣一部經典的片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滿了不起的一項成就 這個演員 他可以屹立不搖在演藝圈 我講長青術會不會被他打 不要拍不要拍 但他為什麼可以屹立不搖在這個位置上面 你其實可以明白我為什麼 好好喔 好好喔 全留下來年輕的身影 好好喔 不然現在叫你拍這個你不敢 還是說只有李安你才要拍 其他人 李安導演如果你願意拍我 你的全裸真的 對 我幹嘛說啊 說李安導演如果你願意找我拍全裸 我當然非常願意 你呢 你呢 李安導演找你 我OK 對 我OK 全裸怎麼裸 上裸下裸都可以 對 妹姐你呢 導演 為難你了 為難你了 我記得那時候在主持的時候 王東東也在舞台上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 所有的東西都是你從心出發 你真的要從心有感動 所以你才會有辦法去感動別人 我覺得他在講到電影的那個 赤子之心還是沒有改變 我就說 就是帶著這個傻精靈前衝 然後他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會懂那個東西 其實就每個東西吸引你的很不一樣 實際秀有實際秀的美 然後棚內有棚內的 拍戲有拍戲的 結果我覺得 對一個影韻來說 其實你會真的很想要在 世事不一樣的領域這樣子 其實你看到的那個電影 就是大家都是 在同一個年代的人 經歷過那樣的事情的內心 就再重新看到就是 三十年前大家青澀的年代 好珍貴 好珍貴 就是歲月時間不會再回頭 但是我也很開心 在我的演藝路程當中 我拍到了一部重要的電影 跟一個台灣重要的導演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 比方說要被賦予 就是要主持啊 你知道或什麼的 可是 對啊 腦袋關心一下 有很多邏輯這樣串起來 就不太會講話 對 然後每次就會說 那個邏輯串不好 然後他都沒有反駁 對 然後我也沒跟他講 我就說 好謝謝你們大家 今天真的很開心 大家團聚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就交給中心 對 他就很認分的 然後說各位 好認分喔